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俊雄豪杰健浩一哭 天下知识云和雾极 云林杂习 挑至风起 各地异军分起 大致有四股反秦势力 陈胜 吴广为代表的老鼓大众 向良 将羽为代表的 六国旧贵族残余分子 刘邦 萧和为代表的中小地主和下层官吏 孔雅等进步无墨 近身之徒 各种势力居和反秦 有利于促进秦王朝的迅速瓦解 崩溃 但因各转新复始 也被起义军分裂埋向了隐患 当时 这些起义军皆以陈胜 吴广起义军为中心 以张处 作为共同旗帜 全国性的起义高潮到来之后 陈胜开始部署军队向西 北南三面进军 在全国广大地区 形成了起义军 对秦王朝心脏包围的形势 这其中 周文率领的起义军 近几十天就横扫淮河 黄河流绿 突破寒谷关 九月 周文率大军已进攻到 据秦都咸阳仅有代理的戏 陕西临同境内 另一支起义军 由宋刘率领 也正由南洋向武官进发 史记简约 对于周文卫和驻军细水 并无笔墨 后人多批评周文卫能迅速挥施咸阳 使犯了重大的军事决策错误 换个思路想 可能这也是周文无奈之举 因为咸阳附近有强悍的禁卫军 和坚固的防御系统 农民军虽有激情 但毕竟缺乏军事素养 单兵战斗力不强 没有其他起义军的配合 周文军取胜的把握不到 李开元认为 以狼中军 卫卫军和中卫军组成的 秦京师部队 分别分布于宫殿内外 宫城内外和京城内外 以皇帝为中心 在关中地区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多层防卫系统 遏制周文军西进步伐的力量 可能就是秦帝国的禁卫军 起义之初 秦二世只以为是机名狗道 这扰乱社会而已 谁报告农民造反 谁就被下雨 当起义军攻入陈县时 二世召集博士出生三十余人商讨对策 有人提出发兵剿灭的建议 也被关进监狱 后来 周文所率的几十万大军进逼咸阳之时 秦二世才大梦初醒 惊恐万壮 急问群臣如何是好 少府张寒提出 调集军队已来不及了 请将修离山沐的行徒授予兵器 令习与农民军作战 于是 二世大赦天下 令张寒绿术十万武装起来的刑徒和奴产子 向周文的农民起义军发起攻击 张寒兼任顽强 有永久谋 曾在秦灭寒灭照的战争中立由战功 受赏升迁 官制负责秦宫廷事务 而大臣少府 此时正在主持离山陵园的收尾工程 展开全文在此关键之时 反秦队伍内部发生了分裂 或自立为王 或拥兵自重 或拒绝执行命令 使农民起义军遭到极大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 孤军深入 后无援军的周文军 已处于独立地位 周文自言习兵 但只曾在向燕的军中 当过一名占卜其兄的小官 至日 并无丰富的统兵作战经验 数十万起义军也非训练有素 故在张寒军的疯狂反复下 节节败退 先退守曹阳 坚持两三个月 又会致免持奋战十余日 最后 周文自杀 军遂不战 张寒在这期间 秦廷为习补充了大量兵援 在张寒率军向农民军反复的过程中 秦政府又调回束手北部边境的三十万大军 在王黎率领下 由上军直接东渡 京太原制警刑 后深入赵地 当时被称为河北军 打击黄河以北的起义军 在秦军的全面反击下 起义军内部再度分裂 吴广被杀 进军北方的诸楼起义军 又割据自保 甚至互相残杀 而南陆军也无力回源 如此 周文 吴广两陆大军军被击败 起义军的忠心沉陷 就显得兵力十分淡薄 十二月 农民军根据地失陷 陈胜被车夫庄甲杀害 起义形势陷入低潮 陈胜 吴广身亡兵败后 向梁和向宇率八千江东子地渡江西向攻行 在沿途又合并挤入异军 使其拥有七万之众 成为起义军主力 后向梁听从范增建议 立处环王之孙新位帝 成为各地起义军领袖 而实际领导权 则操在向梁 向宇书之手里 秦二十二年七月 向梁在东俄击败张寒军 之后 又占据东方重镇定头 连续的胜利 使向梁开始骄傲轻敌 秦军趁机夜袭定逃 结果义军大败 向梁被杀 定逃失险 张寒取得定逃后 也开始轻敌 认为 楚帝兵不足优 领兵扑向河北到地 这时 赵王歇与张尔 陈于郑与王黎的河北军苦战 于续路 张寒兵至 秦军人多势众 将赵王歇所率的义军逼进巨鹿城 黄黎 射间率兵将巨鹿围困 张寒注涌到在巨鹿南运梁 只有陈于兵在城北 行事积极可畏 赵军派人到处求援 怀王派宋义为上将军 项羽为次将 范增为末将 率主力军救赵 其义军与秦王朝统治者 开始了决定性的战役 宋义率领救援部队到安阳 山东曹县急停留 四十六天还不前进 而陈于在巨鹿之北驻壁自首 也不敢进援 当时聚集在河北的秦军三十余万 巨鹿城内的赵军在王里等 率领的秦军包围下 已处于生死关头 气愤的项羽斩杀了宋义 处怀王封项羽为上将军 并令鹰部和蒲将军所不统归项羽指挥 项羽先派鹰部和蒲将军 率二万人马渡张水就巨鹿 但不能取胜 之后 项羽亲率全部兵马 从南洋北上进攻秦军 大军渡河后破釜沉舟被水一战 王黎军被包围 两军血战九四 不 分胜败 将羽切乱秦军涌到 断绝其粮草 结果打破秦军 秦军大将苏脚被杀 王黎被俘 摄文自杀 秦军被打得一败涂地 蒲将军又乘胜于张水南岸打破秦军 将羽破秦军于乌张水之流 张寒在王黎军被歼灭后 退守张河一带 以河内军为基地 西已河东军依托 南以三川军为背靠 利用黄河曹运 旧时熬舱 在八个月内顽强抗击诸侯联军 但起义军不断聚拢 张寒军被战略包围 行使严峻 秦军连连失利 内部矛盾又进一步加剧 二十派人则被秦军将领张寒 张寒派人向朝廷请示 而专权的赵高却故意不见 在这种情况下 张寒损兵折将十几万人 又无力挽回局面 走投无路 于秦二十三年七月 只好律于众二十余万人向项羽投降 秦政府曾对如何剿灭义军有过全面部署 但五十五万南军始终不治 张寒在义军重重围困下的坚守 必被破解 失败不可避免 而 秦政府又责备张寒作战不力 对王黎军被监负有重大责任 张寒请求秦政府调兵潜将救援 也被赵高挡回 张寒深知自己的处境 胜败都不会有好下场 为了保全二十万秦军和给自己找条生路 碎头向项羽 巨鹿之战 起义军歼灭了秦军主力 秦王朝已回天无力 灭王成为定局 千百年来 人们一直发出疑问 为什么秦朝五十五万南军不回援 如果南军及时回援张寒军 王黎军 秦还是极有可能最终打败习义军的 我们再简单梳理一下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 百万大军并没有掩齐息骨 化剑为离 而是继续开疆拓土 戍边未成 其中五十五万大军征伐南越 驻扎在乌岭以南 三十万大军北却匈奴 驻守在上郡以北 约五万精锐禁卫军拱卫京师 十万军队散布在全国各地集体要塞 关卡 由于秦朝军队主力集中部署在南北边疆 形成了外众内卿的兵力分布格局 陈胜无光 大则相率九百数族举翼后 潜水的贵族残余迅及浮出水面 兴风作浪 隐匿山中的步伐之徒 广通生气 聚众皆干 众多前手迎两景丛 使义军迅速壮大 见风所向 势如破竹 沿途又有利民不断负极 大有席卷天下之势 起初 愚蠢而自负的秦二世 不相信 真的会有形成规模的起义军队伍 更不相信起义军能不断地攻城掠地 会危及政权 只把他们当成效聚山林 打家劫舍 弄得动静比较大的流寇盗贼团伙 因此 谁汇报时情谁被处死 弄得朝廷内外尽若寒蝉 即使有情报传来 也称道贼危害一方 不足忧虑 很快就会荡平 后来 刑事愈发严峻 直里包不住火 二世才惊醒 遂召开庭义 研究讨贼事宜 鉴于秦军主力远在乌岭以南 上郡以尾 远水解不了尽可 秦政府只得采纳少府张寒的建议 武装正在修建秦陵秦宫等大型工程的几十万行徒 与习义军作战 由于习义军类部分化 军事部署难以切实贯彻到危等原因 张寒军打得顺风顺水 屡错义军 将与展宋一帅步崛起后 习义军开始聚拢在他的麾下 实施统一的战略部署 形成攻坚合力 最后张寒的二十万大军被围 王黎的北军被消灭 张寒军孤立无援 起义军越来越多 失败的命运也无可挽回 又因赵高当政 无论胜负 自己都不会有好下场 万般无奈之下 张寒最率二十万大军向项羽投降 这意味着秦朝父王已成定局 五十五万南军始终不治 恐怕有这样几个原因 其一 南军征服南越后 只有一少部分军队数边 南疆与北疆不同 北疆防御强大的匈奴 必须用重兵防守 而南疆以外无强敌 无需重兵须边 而绝大多数军人与秦始皇 为石边而迁移的民众 当地人一起拓荒开发南疆 也就是说 征服南越后 五十五万大军其中的绝大部分 已转业复原 在当地堪荒 加强 南军有限的兵力在戍边 已无兵可以回原 其二 即使南军尚有相当数量的军队 在执法极其严格的秦代 没有皇帝调兵的虎服 没人敢擅作主张发兵 北上为小义军 而当初 二世粉饰太平 听不到也不相信 其义军会作打 后来张寒率军打得很顺利 当然 这里也有继位军的功劳 比如击败周文军 秦二世根本不会想到 调动南军回原 后来行事突然直下 秦二世即使想调兵 也没有机会了 或者已开始调兵 但路途遥远 关山阻隔 不等南军回原 秦大事已去 回原也没有异议 只增死亡人数罢了 其三 南越不治亡 留官权力有限 且忠诚度不够 没有人能够主动 而有力的 统一组织领导征兵和回原事宜 这恐怕也是南军不回原的原因之一 其次 秦二世 赵高 李斯之流 脚诏逼死公子扶苏 杀害蒙田等宗亲和文臣武将 又残酷压迫百姓 弄了天鬼人怨 无论南军究竟有多少人 南越掌权者都极有可能作弊上官 微笑地看着胡亥 赵高走向灭亡 而自己割据一方做南越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